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介绍这四周的中文课程 这边有老师的Gmail address 如果你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寄信到Blogic或者是我的Gmail 老师的Google Classroom Code 在这里 我相信大部分的同学已经加入课程 如果你有发现有同学还没有加入的 请你们协助让他们知道 我们这个教室的Code在这里 或者是告诉他们 这四周 第一周自我介绍 相信各位同学已经完成这份作业 请你们把这份作业打成Office Word 缴交到Google Classroom第一周的课程 你们会有第二份作业 老师会针对第一课的词汇 选择十个 请你们去找他的中文解释 西文及部首 再各造一个句子 这份作业老师会放一个范例 在Google Classroom上 第二周 第二周 老师会针对第一课的文法 录制影片 请同学们看完影片之后 完成文法的练习 第一课的文法在十四到十六页 老师会设计一份Google Form Google表单 让你们完成这份作业 第三周 老师会针对华人节 放一份介绍的文件 还有一个介绍档 请同学看完之后 回答华人节的相关问题 一样 老师已经放了一个Google Form Google表单 在教室里 注意 我们会有第一次的测验 老师会在三月二十三日 放上这份测验 测验的内容是 第一课的单字 将会包括词汇的汉字 西文意思 及拼音 步手 及排列句子 第四周 老师会设计一份 第一课的习作 一样 老师会用表单的方式 请各位同学完成 这里你们将会完成 第四个成绩 第四个成绩 最后 同学们你们在四月一日的时候 会有第一课的全课测验 一样老师会在四月一日的时候 放上这份测验 这就是我们这四周的课程内容 如果各位同学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各位在Google Classroom上面 问老师 问老师 这四周 老师会挑选一天 跟各位同学 在线上相见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在那一天 直接在线上 跟老师提问 那大家线上见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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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